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那刚刚这个Jackie说 我曾经被描述成什么 台湾十大天老高手 那个是1996年的事情 已经二十年前了 当时台湾写网络软体的人没有几个 所以现在已经高手辈出了 那当时我也还在创业 那现在已经退休了 就是专心做东西 所以现在跟那个招手什么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专心做的盟点这个专案 跟其他专案的事情 那因为我自己当听众的时候 不喜欢讨论时间被压缩 所以我今天就是刚好讲到五点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是留一整个小时来讨论 那盟点就是一份字典 那可能在Facebook上面 有人有看过这种 就是Facebook上或网络上九宫的这种图片 或者有听过盟点吗 好多人点头好高兴 那盟点它就是一个字典 但是它整合了教育部的许多资料 包含笔顺的动画 小孩可以在这上面学到它的注音 按一下那个三角形的线呢 它会沾染发音 然后 然后 然后底下会有各种不同的材料 那当然是结合了许多多不同的资源 但是就是把它整合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并且可以就是除了在网站上之外 右上角可以下载成连线版的安装程式 或者Android或者iOS或者Windows Phone 或者ThinkB的手机 好像没有露认每一个 所以这是跨平台的各种APP 盟点是临时政府 就是有开始有这样子一群人的 大概两个月之后就出现的专案 算是相当早期 就是接近两年前 那所以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临时政府是什么 那这位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 张大春 他是脸书的重度使用者 整天都在脸书上面 PO关于礼拜啊 或者关于政治啊 好像这是两个主要的话题 那但是当时在2013年出Wired 就是一个网络杂志 掌问他说 就是你很关心政治 但是你一天到晚用脸书 你觉得这两个能不能结合 然后2013年出 这个就是张大春就说 绝对不会 脸书会做的事情是 他让公民以为自己有参与 为什么 因为他们按赞就好了 那所以就会有这个万人按赞 然后一人到场 他说他还是想不出来 一个让大家又懒 又可以参与真正的行动的实践 所以呢临时政府 可以这样来引译 就是是一个让大家又懒 又可以参与的真正的行动的实践 那我待会会看到很多的范例 举例来说 这个是临时政府 一个开放政治现金的专案 那在脸书上有很多人 在当时就是我们会 给大家看这样一个网页 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 就输入099斜线 09斜线24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监察院的政治现金 每一次有任何选举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纸本的资料 但是呢 因为法令的限制的关系 只能够用你印过的文档下载 事实上是西出啦 那也不能叫下载 所以呢就有人把它拿出来 然后呢又有人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一小格 然后呢又有人把它做成一个游戏网站 然后这样一个游戏网站呢 又有设计师做了很漂亮的logo 说你今天监察院了没 然后因为我们切成一格一格的数字 叫做豆腐 所以就这个自己的政府 自己教自己的豆腐 自己烧 非常非常的狼狼上口 那第一批拿出来的文件 是2000多份 然后里面有大概30万笔的政治现金 大概有9700多位乡民 在24小时之内 每一格至少有三个人看过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一瞬之间 就是这些引用出来的资本资料 就变成了数位化资料 那数位化资料 为什么我们会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 所以在这一开始 有一位国宝籍的白木 冯光源 那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说我们应该要拉比立委修法 让政治现金能够 那个心目能够让人下载 可是他觉得修法 北风跟太阳 两个要两边一起进行 所以他想说 那我们不如就找人 全部都引印出来 然后呢就在外面数位化给他们看 就比如说你若不公开的话 你看校民都帮你公开 这样子你不如就公开了吧 这样子资料还比较正确呢 之类的 所以他就这样一个想法 那当然他想法非常的多 那然后就有一些NG的朋友们 真的响应了这个想法 真的进去了监察院 真的拿出来的DP的资料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road data road data我们在G0V叫做柴 就是砍下来的一个可以当做材料的东西 那在G0V呢 我们砍下来这么多份资料之后呢 大部分的时候呢 一开始这个才是一个非常 非常就刚砍下来很新鲜的 可能还不能够做什么使用的 就是所谓的road material 它比较像这是一个值分的资料 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分身乏术的动作 一个人砍树叫做乏术 那一万多个人一起砍 这个叫做分身乏术 那要怎么样分身乏术呢 就是你要把资料切成够小的单元 然后让每个人都觉得说 这好像是他花五分钟 又懒又可以参与 他跟按赞跟按分享 需要花的时间呢 是差不多的 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 所以呢 我们就有一个这个游戏化的网站 然后呢重点是 上面会有一只倒数的数字 让大家看到说 现在已经有多少人在一起玩了 还有多少笔没有输入 然后呢像这位柳林 他就说 可恶他就不睡觉 也想要把这个数字掉到零 这样子 所以就大家24小时 几乎是不眠不休的 就是不断地在做数位化的工作 然后一瞬间箱名都来了 然后一瞬间就把四十几万笔 做出来 那这样做出来可以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料 像什么五都选举资料包 什么什么资料包 就是新营印出来的 然后上网 然后让人数位化 这个做出来的时候 在129的时候 临时政府有另外一个网站 就是所谓立委跟议员的 投票指南 那就可以在上面看到 每一个如果他是连任的话 他之前提出了哪些证件 他的出席率 他的证件的达成度 他的政治现金 是从哪些地方收取 他的政治现金往哪里支出 并没有针对特定委员的意思 但是就是他的投票记录 跟他的提出的华侨修证案 跟他的附带提案等等 都可以用这样子一份资料来做作证 那我们也是就是各个县市的朋友们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完整的社会的导览 就把他们的所有的议员 你要进去 然后按一下你所在的那个县市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议员 他的证件 他的资料 所有刚刚这些政治现金的戏目 都用视觉化的方式 把它显示出来 那就是在G&B round的这样一整个案子 已经专案跟专案之间 才生连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其实集合很多人 就是像 其实群众媒体呢 就是任何在脸书上面 或者在PTE上面po了 大家就会看 很多人会看的人 例如像刚刚提到张大春 或者是国宝集白 那个冯光源啊 都是群众媒体的非常良好的代表 然后呢 NGO呢 会觉得说 好 这件事情我们要促成 像宏罗蒙 或者像其他NGO说 我们愿意来促成 所以呢 他们就会去做一些 实际的线下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又集合了 就是做自由软体 愿意把自己做的软体 无偿的提供出来 让大家接力 继续开发的人 把这两遍提出来的资料 用开源跟行动主义的方式 变成大家都可以用的 数位化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一些 蛮有趣的效果 那这些数字 其实因为是去年年底 都已经蛮旧了啦 但是就是说 GNV是一个空间 那事实上也不是一个空间 是非常非常多的空间 所以有Facebook的空间 有Hipad 这个共笔 有点像维基板科那样子的空间 有聊天室的空间之类之类 那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成员不成员 就是你只要出现在这个空间 不管它是实体的 还是虚拟的 那就是加入了 这样子 所以那Tom Steinberg就是英国的My Society的 就是也是一样是在做类似的开放政府开源社群的人 就是说这样子一个规模是他在就是全世界看过最Active的 但是他的原文是说台湾跟以色列是最Active的 然后其中台湾的人数又比以色列要多得多 那为什么会有临时政府 就是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就是在2012年10月的时候 有四位不够的工程师 拿了内政部的十家登录 有人在瞧 OK 拿了内政部的十家登录网站的资料 然后其实那个网站 这个真的很可惜 因为媒体把它讲成是说政府花90万 可是民间这四位只花了500块钱 可是这样并不公平 因为这500块是建立在这90万基础上面的 就是说政府做了很棒的资料 可是就像刚刚的那个政治现金一样 它困在一个很有待改进的格式里面 然后呢 所以这四位工程师呢 就把它丢到他们最擅长的就是Google Map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说 你住的地方它的平均的评数啊 然后这边的交易量啊 然后最近这两三个月平均每平多少钱啊之类之类 就比在本来的十家登网站上面那样子 比的road data要来的亲民 然后也要来的容易 就是让大家取用 那但是在就是2012年10月的时候呢 这个内政部跟这四位hacker有一点误解 这个误解呢 我觉得有一部分要是因为有这个标题杀人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内政部那时候就说我们不欢迎民间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当然后来隔了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就真的变得open data了 可是在当时呢 确实是有点第一的 然后很不幸的是在同一的时候 行政院拍了一个短片叫做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那这部短片在YouTube上面这个有很多人看过 它的大致的讯息就是说政府的运作非常的复杂啊 一般的人民是不可能弄懂的 所以说我们做就对了 而且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 这部影片你也把这个讯息从头到尾就这样说了三次 然后影片就结束了 那这样子一部影片呢 它在上架之后不到两天就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乡民 看了之后按举报为诈骗影片 然后过了不到一天 行政院的YouTube帐号就下架了 对YouTube判定为诈骗之后 对但是这当然是于事无谷 就是说事实上并没有对事情有任何帮助 但是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hacker 是说有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人 所以这四位hacker就是CO高科比CA跟OPOP 当时他们参加了一个雅虎所办的hackathon 我再会解释hackathon是什么 他们就想说我们对付这种广告的方式 不是你去按检举诈骗让它下架 那没有帮助 对不对 我们应该有帮助的是我们来证明说 事实上乡民是有能力看得到政府的资料 只是本来政府呈现的方式并不是很友善 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把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 把PDF党跟Word党把它拆开 然后你可以按照正式别主管单位别去看说每一个部 每一个会它今年的预算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还是新编列了 按照社会保险分 按照什么不同主管单位分 它的预算是怎么样成长 怎么样子下降等等 那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 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到底每年花在哪里 因为什么原因而增加而减少 那这个他们就得了一个大概五万块的一个奖金 他们就拿来办了一个列宁次动员勘乱黑客松 从那个之后每一次黑客松都是按照台湾历史上的事件 这样子 所以下一次是第一次是工地放临 然后之类之类 各种客厅工厂之类之类 就是按照台湾的大事人年份取 那在临时 第一次动员勘乱黑客松的时候 就是在中研院所办 资讯所所办第一次黑客松的时候 就来了大概一百人吧 然后大家都是就是软体工程师那时候居多 但是有一些设计师有一些文字工作者 那他们参加的所谓的黑客松就是黑客的马拉松 那刚刚已经讲了黑客就是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人 马拉松呢就是完全中间不休息的意思 所以在一场黑客松里面呢 我们会准备就是那我玩回来 是用来买大量的披萨大量的咖啡 然后有时候可能有鸡排啊 最近很流行 然后还有餐具啊什么之类的 那实际去参与黑客松的时候 像之前这个Jackie来我们参与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整排的贴纸 那最大的两个呢就是说 我是第一次来的 或者是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然后呢接下来就每个人挑自己的专场 然后比较说我知道是法律文字工作者 设计师农业各种不同的专场 然后就把它贴在肩膀上 然后呢这样子 有想法的人就直接上台 然后可能每一次大概会有二十组 提案说我今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这件事情之前没有人做过 或者没有人做完 我希望找到有足够多不同专场的人合作 把它做掉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大风吹 就是像组队hack 好 比如说我这个专案需要一个文字工作者 一个法律工作者 一个设计师 两个城市设计师 然后我就去找有贴那些贴纸的人 然后他们就围到旁边这样子 那然后当然就是贴梅花路贴纸的那些新参与的人 可能就会像梅花路一样 就是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很有经验的人 就会待到旁边 然后慢慢地问说 你平常在做什么工作啊 你有什么专场啊 那我觉得你很适合去那边这样子 就有一个带领人 那在这样子工作一整天之后 通常是到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 就会发表进度 那每次几乎每一个专案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进度 然后每一个专案只有自己在约时间 然后再去工作 所以G0V到底是什么 G0V是一个空间 它并不是 就很像是虚拟世界 它是一个世界 就是说 这边是三个G0V的术语 那这个法律是之前已经讲过了 就是有很多人凑在一起 成为众人 那每一次的提案在我们这边叫做坑 就是说 我想到一个专案要做 就是挖一个坑 然后呢 有人愿意来加入 就是还跳一个坑 它实际有产出 去填一个坑 我推荐别人进去 去把它推坑 好 所以就是这样子 就是把 就是以前的那种 就是从上而下的 领导的 或者是从属这种关系 把它完全变成平行的 就是说 也许有先人一个想法 也许有先人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固定每两个月一次的 刚刚讲的 就是百多人的大型的黑客松 以及现在几乎每一个星期 周末都有的小松 30到50人 所以说 人透过参与这些黑客松 来认识其他人 在线上继续合作某些专案 然后呢 又发现了更多人 然后找到自己的长处 贡献这些专案 这些专案在每次黑客松 又被提出又被放大 这样子加起来 是G0V运作的方式 所以 G0V没有组织 没有谁能够命令别人 去一天某个坑 没有代表 没有人能够代表 其他的志愿者 因为每个人都是志愿者 而且没有成员 因为你只要出现在 我们黑客松 你突然间就是成员 然后 因此 G0V的另外一个梗 就是说 没有人 什么叫做没有人呢 就是说 每一次来黑客松的时候 都会有人问说 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然后我们的标准答案就是说 你先承认 你就是没有人 你就来做这个 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赔利 使得empowering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人 这个蒙眼的字这么丑 为什么没有人改 你就是那个没有人 就是任何时候 有想法 有批评 有辞教 甚至哭手 所有这些 只要回这样子一句话 这个 很奇妙的就是 它都会变成 专案的贡献 那当然 没有人是万能的 所以说 就是并没有什么限制 就因为上面并没有限制 说一定是什么 性质的专案 才能够提出 所以黑客松的 实际的运作的方式 就是在之前 可能有一些时事 号召 然后呢 就会在一个 线上的供业系统里面 写说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呢 实际那一整天 run完之后 在线上的聊天室里面 继续延续 那为什么能够 继续延续呢 是因为我们都使用了 所谓open source 开源授权 开源授权用一句话讲 就是说 不但欢迎转载 而且欢迎修改 我做到任何程度的东西 我开放给 不特定的人去用 他可以去用来做 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但是 他不但不用问过我 而且他修改过之后 还可以继续用 相同的方式 让其他的人去做 那然后刚刚这个 就是你有提到 我们讲的每一句话 事实上是当到 每个句子的那个层次 在网络上都是有网址的 所以是公开讨论 然后是共笔 然后呢 是这一个所谓城市人 但现在设计是 很多都会用的 一个类似脸书的 一个social network 只是在这上面 大家不是交换图片 跟可爱的猫咪的影片 跟这些东西 而是实际的城市 跟文字的 跟法律的 跟设计的产出 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 这四个其实都是在说 要公开 那为什么要公开呢 公开讨论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避免 私下讨论的坏处 私下讨论坏处就是说 有人问过的问题 你要回答很多遍 然后有人 这个没有来参加 他回家可以看录影 他不用再来看一遍 等等 就是所有这些 私下讨论的坏处 只要透过这些技术体制 都可以解决 那因为我们做 就是Open Source 这个文化 也快二十年了 那所以有两个 最基本的精神 就是Release Early Resolve 你不要怕丢脸 就是就算是一个 再丑再粗 再粗阶的想法 就把它丢出来 而且欢迎大家 动手修正 那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电灵测 黑客松的时候 就是一堆工程师 自己呢 这可能还不是Photoshop 可能是这个文字编辑器 就做了一个 非常非常丑的logo 出来 但是呢 就大家都不怕丢脸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这个开源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logo 那刚好在 黑客松的时候呢 有一位设计师 他看了这个 就浑身不对劲 他说他看到 这样子的丑陋的设计 他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他当天就跳坑 然后把距离 一个logo改成 比较好看 好像这个 左一眼右一眼 右打个勾的 这样子一个设计 但是呢 因为是开源的 所以别人又可以 再把它拿去配图 拿去做各种不同的事情 然后呢 因此就在 各个设计师的 接力之下 我们现在有一个 相当高品质的 一个视觉标示 可是如果不是 一开始不怕丢脸 把这个放出来 而惹设计师不开心的话 这个后面的这些 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所以就是说 一开始不怕丢脸 而且欢迎别人修正 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 像临时政府的官网 GINB.TW 其实是任何人 都可以在 T-Hub上面编辑的 而且你每次编辑呢 就会有一个视觉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EPA编辑的最多次 然后是CL高 然后是其他其他人 所以每一次的编辑都会有记录 是谁几点几分 他改了哪几个字 在官网上面加了什么功能 所有这些东西 都在线上有记录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 我们叫做Commons 公有地 大家只加进来 而不拿出去 这样一个不断累积的一个概念 所以从GINB开始 到现在26个月了 我们有做过一些 就是可能还没有影响到10亿人 但是上万人应该是有的事情 它比方说把 就是各大医院的急诊的通报 他们的推床数 满床通报 所有这些东西 整合成一个像股市砍盘 一样的一个介面 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到 救护车区旁边大医院都已经满了 其实不应该送到医院的 这样子 那因为每个医院 只有他们用自己的格式 所呈现的当天的 或甚至是那个小时的状况 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历史记录 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在高雄气爆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时间地图 会及时地用就是 就是群众协作的方式 去标说现在报到哪里了 然后管线图取得的话 跌在上面 然后真的有人看了这个 然后从美国打电话回去 然后跟他妈说 这个一路往北京 快要到家里 快跑这样子 然后那另外就是 因为临时政府当时 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G0V.TW这个网址 所以当时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所有大的政府网站 比较说立法院吧 是ly.gov.tw 那你只要把那个o 换成零 就这是一个零的转移 就掉进那个ly.g0V.TW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进入临时政府的立法院 那他的立法院跟ly.gov.tW 就是完全一样的资料 但是是用比较友善的方式呈现 你可以看到是谁提案 有多少人的连数 他实际上修正了哪些条文 他删几个字 加了多少字 他什么时候会一读 什么时候复为 什么时候二读 那这个是整合大概 四个不同的立院的网站 加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视觉化的工作 跟刚刚农点整合的字典 是一样的一个想法 那现在是好像很多气象播报 都会用的一个 就是用环保署吧 他的各地的PM2.5PM的监测 那他们只有标数字嘛 那所以我们就做一个视觉化 就可以看到说 什么时候有一团黑丸 正在吸台之类的 就是可以让大家 一目了然的知道说 现在空屋的品质是怎么样 那当然待会儿还会讲到 格兰维菲计划 那因为G01真的二读 有非常非常多个专案 这个是比较有成型的 那没有成型的是数以百计 然后也都有做到一个成果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不可能讲很多 所以我就是主要讲 我有参加的 就是蒙典这个专案 蒙典这个专案是 开放资料的一个 应用的一个例子 它是1月26号 第一次黑客松的时候 叶平 我们是长期的很好的朋友 他本来是台大教授 物理教授吧 然后后来去台湾Google 然后后来到了矽谷 然后在美国Google 他在矽谷 然后发现说 他要交代小孩学中文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相信所有的海外华人 都有这个相同的问题 而且特别是因为 我们自己在学中文的时候 是用教育部重编过于词典修令本 的这个网站 可是因为现在小孩都是用手机 你如果用手机开那个网站 就会发现几乎完全没有办法用 然后现在小孩查到一个字 他就是按一个键 就在Facebook上面 或Instagram上面 share给他的朋友 可是那个网站也没有办法share 所以说就是你要说服小孩去用 教育部重编词典修令本 网站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好 那我们来把它做成开放资料 那因为教育部的网址是 mo1.go1.tw 所以就是Ministrate of Education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mod.tw 就是我们的网址 那Molean刚好在这边 日文是萌的意思 就是很可爱 所以说就有点帮忙画一个很可爱的logo 这样 所以就是教育部词典 Molean Dictionary 那先介绍一下这本词典 这本词典其实是当年在战乱的时候 商务印书馆刚开始的开馆之作 从1945年第一次成书 到了1996年 李简老师跟其他老师们一起修订 然后高达16万笔的词条 然后历史用法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引用的都是经典 它可以说是正体中文的权威定义参考 没有办法比这个更权威或更经典 但是1996年 他们1994还是1995 先上了一个叫Gopher的版本 现在应该没有人记得了 然后1996年上了一个更新过的WideWeb的版本 从那个时候 基本上网站的架构就再也没有动过 所以刚刚已经提到 此条没有连接没有办法分享 因为当时还这种B格5 所以就是某些字只能用24乘24的点阵字 如果用过一天中文系统应该很熟悉 那像生态的台这样子还好 可是像三个龙那个字 你知道它有些什么 对 然后当然不支援手机平板电脑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去看它网站的原始码 就会看到说本系统去使用IE5以上 或Nescape 4.7以上版本的浏览器 那这个以上没有意义 因为Nescape 4.7以后没有出来 所以真的说 就是说它是1996年的网站 然后那这个网站后来就真的就没有继续 那所以你看我们有真的是世界级的内容 任何人要学真体中文就是要来看这个内容 可是是就是卡在1996年的一个网站架构上 对另外还有就是说 还有后来的成语点 就是如果你放着大概可能十分钟到三十分钟不操作 就会看到说 你以前系统已经自动登出 欢迎再次登录使用 然后本来查的字就不见了 可是我没有登录啊 就是说这是一个不需要登录的网站 可是它三十分钟会把你登出 我完全不知道当年为什么这样子设计 想必是有它的历史因素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考 所以这样子一个网站 我们用Tim Bernsley就是发明WireWeb那个人的定义 的开放资料 他首先在首页就说 不得转载不得使用 然后呢而且你还不可以连到单译的词条 只能连到首页 所以是点第一颗星就是开放授权 也没有的在我们开始的时候 接下来呢因为它就是一个网站 然后里面的网页完全没有结构的栏位 所以它的内文是全部写在一起 一个字它的相关的字 它的反译字同意字是哪些 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结构 它就是直接写在内文里面 而且呢它是用就是刚刚已经看到的 1996年的HTML嘛 跟Big Five把它释出的 那因为那是图 所以也不是机器可以读的公用格式 然后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字 有它自己的网站 更不要提交互连结 所以就是在我们刚开始蒙点这个工作的时候 重变过于词典的五颗星 是一颗也没有的这样 那所以叶平就按照就是GDB的工作方式 在贡笔上面说好 我们需要有人帮忙抓资料 我们需要有人帮忙设计格式等等等等 对它在1月26号写了一篇文章 挖了这个坑 在1月27号第一次工地放明黑客松的时候 就有一位今天据说也在现场的Tony Q 取得了2000多页的成语词典当sample 我拿了3000页的国语词典当sample 跟MO2我们这三个人等于拿了第一批的资料 然后我们就去睡了 然后这个叶平就醒来了嘛 因为他在那里心股 然后他就按了这些HTML资料 去设计Jason资料机的格式 然后他就去睡了 然后醒来就是工地放明黑客松那一天 就有人设计SecretW的格式 以及就是小光光KZ5 也是释迦东路那个网站的四人之一 我记得就写了一支程式 把所有的这些HTML的网页 都可以转成这些结构化格式 也就是说刚刚的那个开放资料 从第一第二第三科星的工作 等于在24小时之内 在一次黑客松里面把它完成了 当然除了这个24x24的点阵图之外 那些点阵图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成万国嘛 就是unicode 怎么做呢 我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试算表 然后邀请所有人上来填 图放在这里 然后呢用无虾米输入法 用手写输入法 用随便什么输入法的人 试着找出这个字 在现代的万国嘛是哪一个字 然后呢又有人帮忙校正之类之类 所以说就大概前后两批个三百多字 好了我一个都不会念 等这些字就被找出万国嘛 那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复制贴上 那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刷好 它真的是文字字了 那这个就是GNB工作的一个方式 就是有一个粗略的共识 我想要让小孩在手机上面很容易地学中文 然后就每个人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去写程式 把它做出来 所以在我们那24小时的工作把架构化资料做出来之后 那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就有网站了 也有浏览器的延伸 又有人把它放到编辑器里面 就是你一面再握着什么或者别的编辑器打 它可以跳出定义 又有人把它整合到输入法的词库 又有人做出桌面的程式 Mac跟各个不同移动装置的词典 所有这些都在不到一个月之内 都有人做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资料它一旦脱离了本来的那个束缚 那个应用是五千米 那到现在我自己有在做的就是 Moledic.tw那个网站 这数字都有点旧了 一个月大概500万人吧 然后那在就是Android跟iOS的评分也一直都不太低 然后也就是世界二十万人在使用 那很多小学的国文课是直接用Moledic在上这样子 那当然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看到这条第一课心就是 这个若无版全不得转载 那你们从第一天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违法 那要看违什么法 就是诸多全法第五十条 本来就有说公法人之名义发表者 诸多在合理范围内得宠自光多宗和文汉传书 那他们现在诸多全在修法 好像要把这个拿掉 就是预设是开放的 当然当年还不是 那什么是合理范围呢 我们去翻之前的判例 要么就是你只拿一小部分 但是可以商业使用 要么呢就是你拿比较大一部分 但是不能做盈利使用 就是家庭或教学使用 可是我们现在拿全部啊 十六万条 对那到底你拿全部的时候 什么样叫做合理使用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用了创用 CC Creative Commons的 这样一个授权架构 我说跟这件事情相关的 所有城市嘛 我都抛弃著作权 以及临接的任何法律权力 包含资料固权 所有这些编辑权这些 并且就是做转换的这一位 无光者他也说 那转换格式跟同学院 著作权如果有的话 他也用同样的条款释出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说 这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只是帮教育部 做格式转换 我们不伸张任何著作权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觉得这是合理使用 那在实际的目标网站上面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取得了词典的内容 然后从教育部的 那个笔顺学虚网 拿到笔顺的内容 然后又从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剪编本 拿到了发音的内容 然后就把这三个 整合在一起 那因为教育部后来 做门南语跟课语的朋友 他们有参考CC秀权 说因为字典嘛 他们不希望大家修改 ND的意思 看到这个等于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你修改字的定义 我们说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你可以拿去用 拿去卖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改它定义 那然后也不一定只有政府 有半政府组织 像中华文化总会 那他们同样也是理想老师啊 跟对岸合编了两岸词典 那他又多加一条说 还有你不可以拿去卖 那这样子就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蒙典本来就没有收费 然后当然也有就是 远在法国的Pierre Magistre 就是其实他 我们不太知道 他的法文名怎么念 因为他都把它 说叫我阿姐就好 因为Pierre在法文 就是石头的意思 所以那他是一个 非常喜欢台语的法国人 然后他在就是台大 做计算语言学 他就把英文法文 德文的对照的资料固 全部都整合在里面 所以就是说 这是完全跨国籍的 你只要放上去 关心这件事情的人 他们自己会找到方法 去扩充它 所以到 不好意思 到十月二三号的时候 因为我们参加一个活动 所以他们会说 我们跟教育部讨论 他们说 我们未来的词典 都会用白恩D的方式来释出 那重编过语词典 我们要先解决一些 著作权的问题 那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希望保持规范性 就是说 你可以修改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字 他先写这一话 再写那一话 你把它倒过来 或是我们的注音 你把它改掉 你只要不要破坏规范性 就真的是合理使用 他认可我们的这个做法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愿意接受群众的协作 来审核定证 所以群众要怎么协作呢 群众的协作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刚刚揭续开放资料 每一个资料要有一个链接 第二个要让分享变得非常容易 然后第三个才能够来谈协作 举例来说 Modic.tw协限资料 就是资料的定义 你不需要再特别去记网址 或记什么东西 你在后面打随便一个词 随便一个字 就是那个字的网址 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是第四核心 就可以做出交互连接 你滑鼠移到材料上 才就会冒出材料的定义 因为它是去协限材料 去哪 所以这样每一个字 有自己的网址 每一个字的定义里面 提到的每一个词 又连到这个词的网址 之后呢 有些当然像这个 里面并不是词啊 但是是开放资料工作坊 但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三个词 所以如果有人在Facebook上面 他打 Modic.tw协限开放资料工作坊 我们就会配一个 很漂亮的脊弓格的图给他 所以很多人用这个来表达心情 今天我好开心 或者什么 所以就是大字报的一个概念 然后就可以随便他输入什么字 那因为我们有整合很多自由的字型 所以你还可以选思源黑体啊 明体啊 或者冯甲大学的撰文啊 就有人干脆把它当字体来用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 这个字在撰文是怎么写的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有了成千上万的人 每天在Facebook share盟点 有了大概每个月上百万人次 来看盟点 这个时候才能够谈协作 举例来说 教育部有发起一个叫做词典卓木鸟的活动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 他邀请大家来找资料库里面有什么问题 求联国词典里面有什么错字啊 之类之类 就邀请各阶的学生跟社会人士参加 我们就想说 好 那我们现在有结构化资料 有什么事情是城市可以做而人人不能做的 那我们就想说 好 如果有两个词条 他们引用了同一个书证 引用的时候只差一个字 可能有一个字是错字 这是一个想法 好比像说这是张景奇 当时他甲午战争 从台湾逃回清朝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诗说 回忆鸣笛飞控 标轮逐浪 脱险真奇绝 但我们在看的时候 不会看到这是一个脸字 就是看就看过去了 但电脑会知道 电脑知道这两个字不一样 但电脑不知道的是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架了一个游戏网站 也是请平常有来看蒙点的朋友 他们在右上角 就会看到一只卓木鸟 按进去 就会说 请问这两个哪一个是对的 你觉得 按了这个可以去Google查 也许这两个是一体字呢 也许可以按都对 或者无法判断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有什么想法 就有点像讨论版这样子 还可以留言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整理出了 大概五千里左右吧 的这样子资料 然后全部用 就是资料库的方式 提供回给国教院 让他们去更新 就是次电里面的书证 所以以这个条目为例子 五位网友都认为 鸣笛的脱险是对的 没有人认为脱脸是对的 还有一位留言说 把脸脱下来是直觉 可惜让人拍过这部影片 已经没有心 所以就是说把它变得很有趣 然后平常就有很多人在分享 所以一有活动 就呈现上万别人来参加 所以就是在 这个五六零二人词里面 争密出了叙叙多多的 那我这两天其实半夜不睡都会做原住民的词典 事实上原名词典本来只有文化大词典 它其实是比较类似百科全书 它是用汉语来定义的 那真正有足语的是 我记得原委会才上线大概两年多的一个网站 那所以也有人正在试着把它整合到蒙典里 我们也还在谈CG授权 可是如果实际去这个网站 然后就会发现说 有这些族的族语 可台湾实际在使用族语 最大的人口 就是阿美族 在这上面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好那蒙典可以做的事情 是我们来做一本阿美族的蒙典 那阿美族事实上已经有过两份 就是简明词典 跟圣经文会的阿美语词典 方明明的教师编的 这个是阿美语往英语跟中文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去要电子档 然后就发现说 两个都要不到电子档 因为都太久以前编的东西了 所以又跟政治前景一样 我们只有纸本 只有纸本怎么办呢 在第十次资料科学的一个宗里面 Mielski就把它实际扫描起来 又一位Singhi把它写了成 是切成横列 现在不是豆腐了 是一条一条 豆干之类的 然后做一个初步的辨识 就是把杂讯略过之后 针着阿美语人Lafin 去把以前的数学系统 跟现在的数学系统 做了一个校正 然后最后把它放到 一个游戏平台上面 所以在这个游戏平台上面 实际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阿美语词典数位化 这边是一行 机器切出来的字 我们希望相名帮忙 把aka-don't negative command 不要不准否定命 把它打进去 那这个是空白行 不要打 如果不小心机器切歪了 只要打完整的那一行 那同样的 一个游戏的界面的网站 然后同样的相名就 非常非常高兴 这样子 然后谁赶快去CC给张正月 然后就在Facebook上面传播 那足人很多啊 真的 然后就五三小时以内 同样的那么后一本字典 一共八万多个字条 就全部数位化完成 同样的 每一行都有三月以上看过 所以我们就有一本 非常非常完整的阿美语词典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连到Amistia Mordi跟TW 然后打这个四方形或四边形 你就会知道说 它在阿美语的念法叫做Sled 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个 来谈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轻松的话题 喝口水 所有刚刚的那些想法 其实我并没有在这个里面 这是中修的时候 但是我有在线上 因为1985当时发起这个的时候 后来他们把他们的经验 怎么申请入权 怎么样做就是纠察队 然后怎么样子 做各种各样子的医护 什么的安排 都写在一份共笔上面 在Google Docs上 叫做第一次做公民运动就上手 然后那等于是一份指南 那样子的东西 那因为它是共笔的 也是开源出来的 就很多社会运动团体就上去说 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有别的 要有直播啊 要有紧急通道啊 要有什么东西啊 所以就很多人上去讨论 那有一个 我们这叫social object 就是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份文件 大家一起来想 下一次怎么要做得更好 这件事情 就跟刚刚那个crowdsourcing一样 是有趣的事情 所以1985当时 就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说法 就是他们想要把 政治这件事情 做成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这是我在维也纳 去年十月的简报 那时候在讲的就是说 就是我跟维也纳的朋友说 其实不要以为说 2014年3月才发生了 向日葵事件 那事实上这个事件 是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2003年是 Wikipedia 维基百科 这样子一个网站 他把他后面的城市 Media Wiki 把它开源放出来 让每一个愿意 用我们刚刚说的方式 共笔一起写一篇文件的人 都可以很自由的自己共笔 那当时他们把Media Wiki 这个城市放出来的logo 就是山日葵 所以我就是跟维也纳的朋友说 就是这个山日葵 就是透明 是开在这边 那他也不只开在这边 他开别的地方 那举例来说 占中 那香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人 而且重点是说 那是ZEATM 他们是自己自组织的 然后跟据令力一样 是有做事情的人 就每次就是做一点点事情 就是actocracy 做事的人最大 所以这个外媒也把它报道说 这个是世界上最有礼貌 的一群这个抗争者 然后也有这个数位艺术家 把他就是网络上面的参加投影上去 那我在给这份talk的时候 战装发生的时候 我人在德国 我在Dusseldorf 那然后就有这个外国媒体说 他们有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非常非常的先进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 各种各样子的战装的露营 物资需求 所有这些东西的资料 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媒体工作者会说 等一下 这个网站我是哪里看过 然后当然这个网站就是长这样子 我在Dusseldorf的时候 前两天有稍微帮他们一点忙 就是把这个东西架起来 然后把手机板做出来 那在这上面就可以看到说 后面的这个试算表 任何人都可以编辑 每个人都可以把 觉得站中重要的连结加上去 于是就有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地图 每个地方 什么地方有物资 什么地方目前在集结 什么地方有人在用什么东西 每个地方的即时的影音 变成一个时间表跟最新消息 然后呢 有确认过的即时的影音 实际把它放在这个网站上 以及我当时在德国觉得最有用的 就是这每一个直列 就是一个占领地点 那他们地点非常多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哪个地方需要毛巾 哪个地方需要水 哪个地方需要雨 所有这些后勤的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去把它完成的 那所以我当时就跟威廉娜的朋友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不可能讲很多后面的这个理论的基础 但这是想着我同事 Edenopolis的哲学博士论文里面 他说他是研究 Internet Telegardening 透过远距机器人来种彩 那为什么他当时在MIT媒体实验室 就是有一个花盆 有一个机器手臂 你连到那个网站上 你按键就可以移动机器手臂 它就会帮那个花盆浇水 就有点像开心农场 可是是真的有一个农场的一个状况 那然后那个早上1998年吧 是一个非常早期的 很有名的一个实验 那就发现是说 它可以吸引好多人的目望 很多人整天没事 就是在那边 在MIT媒体的种那一盆植物 然后那个植物如果凋零了什么 很多人会很难过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他博士论文学在研究这件事情 他说是因为 透过网路种菜 跟Traditional gardening 跟自己亲手的种菜 相似之处 并不是在种菜这件事情 而是它在认识论上面的直接性 也就是说 你透过这样子一个直播 你可以看到一些 你没有办法 透过间接方式看到的资料 每一天 那一盆花会长成怎么样 你前一天没有办法预测 当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开始关心这样子一个花园 即使它是在千里之外 即使我在德国 战中发生在香港 我还是就是二四小时不睡啊 在那边就是关注他们 所以有直播 有以上的这些东西 才有可能有透明 而有了透明之后 大家不管人在多元的地方 都会关心共同的事情 那战中的这些技术 当然是在三月十九号 四月十号逐步建制而成的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 就不讲细节 但是在三一八晚上 就是事实上 我当时去支援直播 去支援网路的时候 本来以为只是要把一场晚会 然后大家就散掉了 然后那 所以我就帮忙地 把那个网路架起来 然后一滴大滴 连上他的DV之类 然后中间我们一度还接不上 然后就有一位学生 说他是黑老青的学生 说你们缺一台notebook 没关系我notebook给你 你们随便用 我晚上用不到 这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人可以说 这个他整天都用不到他notebook 当然 很快我们就知道为什么 应该好去翻墙 对 那等到他翻墙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回家了 然后那我回家了 可是我是透过直播 在看这整个过程 然后所以在去应该聊天室上面 大家就来帮忙文字转播 然后黑快就爆炸了 然后就帮我们 又加开了新的机器 然后呢 就开始出现在场内的 场外的各种各样的直播 就是像刚刚讲的 大家千里之外 关心某一花园的 那个想法 去看说 当时需要什么 所以 当时在那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办了线路送 就是因为 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有网络存取的 这种权利 跟 受医生照顾的 身体的健康的 以及受律师照顾的 基本人权 是相反的 那当时在那个场上 不管是在哪一方 都没有人阻止 医师或律师的进出 那同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弊章 就是专门做线路送的这个工作的人 也没有人阻止他们的进出 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及时地把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坏的 不管怎么样的事情 让我无上的人可以看到 那当然很神奇的就是 因为这样子 暴力的状况就减低了 我们在香港也是啊 就是 哪个地方有摄影机 哪个地方暴力就减少了 那所以 另外就是说 当然 那时候就是 外场的人不知道 那场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就很困难 再加一个投影的父母 然后让他能够直接的去看到 那同样的就是 跟刚刚讲的医生律师一样 我们并没有学哪一边 所以到了3月29 有另外一群穿白色衣服的 叫白色正义的伙伴们 他们也想要来做一次 demonstration 但他们的诉求是说 不应该占领立法院 所以他们就也写信来说 那可不可以来直播 我们同样的也去直播 然后可是他们第一次 就发现他们办活动音响啊 什么都 这个setup的不是很好 可能平常不太有练习 那所以 我就把那个 第一次公运动就上手 以及我们之前 就是308的游行的 相关的文件 也寄给 就是白色正义的朋友 希望他们下一次在 那时候好像是台北车站吧 办的时候 能够参考这个文件 然后办得更好 那这后面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说 一个人他 比较完整的 把他想要讲出来的话 讲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不平则明嘛 你一开始让他能够讲得出来 就比较不会 有暴力的状况 网络中立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支援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能让他翻墙 可既然有人翻进去了 要连上墙里跟墙外 只有中立的网络能够做到 那通讯可以减少冲突和误会 我的本意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堵墙 那这堵墙它不一定只是立法院的那一墙跟外墙 它可以是行政院的 它可以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中间的 对不对 它可以是地球跟其他星球中间的 就是说这个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使用的 所以在129的那一天 一个筹备了由台北林先生挖坑的 全台湾本年度最大线上网线下的实境游戏就出现了 那在这个游戏里面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他们的目的是要收集到很多份连署书 然后呢就是要罢免 刚刚提到农会委员 然后呢他们收集原属书的方式很有趣 就是他们在G0V这边挖一个坑 然后很多设计师跟工程师帮网站 这个网站是说你住哪里 离你最近的投开票所是哪里 离他好像30公尺还20公尺之外 这个第一个能够放的地点是哪里 那个地点现在是不是有人已经愿意提供椅子 提供桌子 提供水 提供阳散 提供纸 提供笔 如果有人没有提供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上面 志愿去加入 然后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加入 志工数到达10个人 这个小坑就变成一个城堡 就是一个小铲子 这是完全用一个游戏化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哪边缺人 所以人力不会重叠的调度 物资不会重叠的调度 任何地方缺的 那就会有那个地方的人把它堵上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当然这里是用来收连鼠书 可是任何72小时之内救灾 你要在短时间里面 把足够多的人跟足够多的物资 平均分散到某一个区域的状况 都很有同一套系统 所以这是他们实际运作的状况 他们还有一个进度条 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连鼠书就收到了 那同样的也是用 crowdsourcing的 就是监票者联盟 那他们也是一样写了一个app 然后呢 让大家去看说 投开票的过程 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如果有的话 录影跟直播 能不能上传 那在就是柯P那边呢 他们也有一五三四位 民主之眼 那他们是官方认真的检票员 所以他们也是一样 用云端的一个 我们叫做Parse的一个软体架构 他们只要传简讯格式 士林 B级 投开票所 K级票 L级票 据点 然后按发送 这个时候 他们马上就会显示在 这个看板上 那这个就比 不但比中选会 比任何媒体都快 然后都几时都紧确 所以同样的也是结合了 就是1534个人的力量 然后在一天之内把它完成 所以我们这个 现在想要拿这个力量来 来做一些 跟行政员有关系的事情 那这是VTN-TW 那就是想说 所有的跟数位 或者虚拟网络相关的事情 我们之前 自己觉得 最大的障碍就是说 第一个 要通过一个法案了 也许会影响到我 我是远距劳动者 我已经远距劳动了 十几年了 可是你们要通过法案 我其实平常是不知道的 所以第一个是 是缺乏了解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即使要了解了 什么时候开工厅会 我工厅会的时候 我要用什么样的格式提出去 才会有意义 我其实也不了解 这并不是我的专长 那我相信 也不是很多 会受到这个法案影响的人的专长 那最后就是说 等到我终于 把这些都看完了 之后 我就会有一种 这个脑袋好像要抱的感觉 因为它牵扯到太多 太多太多的事情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甚至 我不敢 甚至是发表一点点的意见 那任何 除非是专门在做游说 或者专门在做支库工作的人 都会遇到 同样的这三个条案 所以VTLN这个专案 就是当时的 Hikson Walletken 想要解决的方式 就是说 请提案方 比如说近晚会 或经济部 挑一群编辑 那目前是 子策会的科法所 把他们的这些非常非常 智识化 很重要的这些文件 切割成不到四百字的前导文字 以及切割成可能四题到十题左右 需要调查会受到影响的人的题目 那但这个题目并不是是非题 或者单选题或多选题 而是都是开放作答的 所以任何觉得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人 就可以上来讨论 那讨论要讨论的文化 所以我们就在Hikson募集了一群版主 那这群版主就会是维持这个良好的讨论文化 所以在编辑群帮忙把它变成 就是结构化资料 并且提案方觉得无目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会上线到讨论区 上线到讨论区之后呢 就会好比讲说 1月1号提的案子 2月1号就会正式开始线上讨论 那如果是就是来乱的 或者是程序性的 我到底应该按哪里回复之类 版主群可以马上回应 但是如果是跟好比讲说 日本怎么做的 德国怎么做的 美国怎么做的 这些有关系的 那可能是自策会科法所的编辑朋友 会在七天之内回应 那如果是主则机关的话 比方说我们十年来是怎么做的 的话 那就会希望提案方在七天之内回应 讨论才有可能继续进行 这样讨论一个月之后呢 就会由版主群 把特别有建设性的 真的提出了一些 我们平常在工厅会 不一定听得到的 这些人变成工作组 那这些工作组会实体 约一个时间聚会 把所有在线上相关的事项 变成具体的建议事项 所以行政机关只需要 对这份整理过的具体建议事项 去提出回应 那他回应的方式可能是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提一份 草案给立法院 或者是说 我觉得我们松绑几个解释 或者法规就好了 那不管是哪样一种回应 都要去对这个具体建议事项 里面的每一项说 我们有采纳 很感谢你的意见 或者是我们有采纳 但是我们有点修改 然后上线的数字有修改 或者是说 这其实真的不是我们 不管得到的事情 很抱歉 你这些建议很棒 可是我们会帮你转给 例如相果反汇 之类的 这样子 但是对每一条 都要实质的回应 然后工作组会第二次聚会 去看这个回应 以及所公布的草案版本 然后去把它更新到 第二阶段的 网友的讨论事项 让每一个发表过意见的网友 确认说 这样一份草案 真的跟这些回应 真的有反映到网友的意见 那这个时候 提案方就可以决定说 好 如果没有人提出修正案 如果工作组都很满意 这真的解决大家的需求 那就组一百元 或者说就颁布 那不然的话 还可以继续讨论 这样子 是我想出来的一个状况 那您刚刚好五点 所以蒙给您进去的时候 就是蒙这个字 蒙这个字 它除了在日文 是很可爱的意思之外 在中文文言文里面 作为名词 有草木出生的牙 蒙牙的意思 有事物发生的开乱 或征兆 蒙兆的意思 还有人民的意思 那以上的这些分享的东西 都是希望说 人民一开始 有一点点 我们也许还不知道 这条路怎么走 但是走多了就是路了嘛 这是一个开端 或者是一个征兆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唐掌座 精彩的演说 请各位再次一掌声 谢谢唐掌座 接下来休息时间 维持单收 下一节课为Q&A时间 如有发言 请填完黄色发言单 交给会场内工作同仁 令橘色问卷 请投入签到处问卷 回收箱 谢谢